我覺得issue1裡面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於實驗的過程 它其實實驗過程我們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心態 以設計一本書冊或者書刊來講的話 它其實必須要經過很嚴密的規劃 無論是心態或心事 心態上的有必要調整它接駕有什麼 它有起承轉合 它有什麼的 可是當時我完全不想這樣 因為畢竟它真的不是照常規的方式 或者是我們有玩詳盡的規劃 它純粹就是一個冒險的故事 累積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相信可能大家都喜歡冒險的故事 然後在這中間得到很多很好玩的感受 我想這是一個大家會喜歡 政治平坦可能得到前來的想法 有一些念頭 我們自己就有一些念頭 想要來辦一些活動 讓爸等同於是 好像是我從設計長這邊的一些想法 擴展到我實際的一些做法上面來 然後去認識更多不同的朋友 然後彼此在交流 讓... 我覺得真的是讓設計環境變得更好 就是讓大家都一起提升上來 我覺得這是真的很重要 那也透過教了其實學校很多 那甚至就是因為 有得到這樣獎項的認可 然後我們也從不認識 可能因為一些不認識的事 一直沒有聽過的 然後有得到一些蠻好的回饋 甚至一些指教 或者是真的是教導 或者一些建議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我超出 我原本參與比賽的一個思考 就一個範圍 我想當年參加比賽 然後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好處 那真的是我沒有想到